字幕視聖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各位同學請請命 向上三問訓 一問訓 二问训 三问训 与正克老师相互问训 老师好 各位同学 大家午安 我们上次谈到 衣食相应 佛法有两个相应 一个是三法应 一个就是义法应 三法应是佛法的基本法应 以小乘 就是声闻乘 圆觉乘 谈到空性为主 义法应是义食相应 就是以佛法的了义 究竟的大圣为基础的 所有的大圣经问 都是以衣食相应 为它的基本的根据 无论是华言经 法华经 愣言经 愣且经 大波尔经 所有的经 大圣经论 这是究竟了异的 意识相应 所谓的意识相应 所谓的意识相应 就是 这个 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 简定 大圣 是不是 大圣佛法 了义的 一个标准 如果违反了这个 就不是佛说了 如果是 它就是佛说 这是首先 应该知道的 这个道理 注意到刚刚讲的那句话 三法应 一法应是 佛教的 一个 绝对的标准 三法应是 一般 所讲的 这个 标准 那么大圣的呢 就是意识相应 这两个没有矛盾 只是说 三法应 的基础 建立的是 意识相应 那么这个 意识相应 谈的是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后面的表解 上次都有 发了 识相 识相是什么意思呢 十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就是十相 那后面呢 在第十个柱里面有说明 一切有为法之本相 对到有为法 就是生灭法 它的本相是不生不灭的 是空性 明 十相 一切万法真实不虚的提相 为什么说它是不生不灭 不耳心经里面有 不生不灭 不够不经 不增不绝 不够不静 不增不绝等等 这个就是十相应 那么这个十相应是不变化的 为什么说它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呢 因为它是不变的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名词 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想到 这个十相应的原则 是真如 真就是不变 如就是如如不动 也是不变的意思 真就是真实不虚 只有不生不灭的 才是真实 才是如如不动的 用真如这两个字 法性就是诸法的实性 一切法 不管什么法 小自于一草一木 大自于三千大千 世界无量的世界 它的本体 它的特性 都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叫它还是 同样一个意思 是真空 所谓真空是不空 妙有是非有的 那么还有就是佛性 佛性就是 法性是从 一切的 万法的 本质来说 佛性是从 人 有情的本性来说 有情的本性 也就是不生不灭的 就是我们的佛性 而佛性 有情的佛性 跟无情的法性 其实是一体的 情与无情 同源种子 这两个 所以还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它强调的 所在 不一样 不一样 而已 所以后面就说 凡是本体 实体 真相 本性 如如实性 实际 真性 真心 涅槃 我们要佛性 正到涅槃 也就是正到我们的本性 不生不灭 不生不死 无为 无为就是 我不动的 无相 法身 法界等等 都是实相的一名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佛教的很多名称 它是在不同的角度 其实在解释一件事情 就是实相 它是超越一切 原文字的不可思议境界 所以佛教为什么说 这些境界都是不可思议呢 就是不可以用思考 思考是生命的 不可以用原文字 原文字也是生命的 世俗地的东西 所以世俗不知一切 现象没有实体 均属假象 树不知一切 原习法 本属性空之本质 就是金刚经所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经经说 色即是空 色就是生命法的有为法 它的真相是什么呢 是空性的 那个空性就是 真如就是实相 所以唯有摆脱世俗的之间 借着实修实证 乃能显示诸法 常住不变的真实相状 所以叫做实相 只系佛陀觉悟的内容 测误法尔本然的真体 所以 佛陀觉悟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测误法尔 法尔就是 本来就是如此的 不是造作 后天或者其他任何因素 所造成的 那个就是 所以法华经说 佛陀在开佛之间 试 试就是绣出来 悟佛的之间 进入佛的之间的 就是实相 大臣佛法虽然中派不同 都不会为理这个原则 卢才能所谓的本来面目 什么叫本来面目呢 不是我们人的本来面目 而是实相的本来面目 而是法性的本来面目 而是佛性的本来面目 有情的本来面目 或者叫做明心见性 维世宗叫做真如无为 大原尽知 尽度中叫长济光尽土 实行做佛 实行是佛 华人所谓的一针法界 都是同样的名称 所以这个是 我们首先要明白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 了解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看后面了 就是我们现在要了解佛法 那么就有 我们前面有个 四一法 四一法 这四一法不知道怎么突然不见 就是一法不一人 一意不一语 一了意不一不咬意 一智不一事 这四一法 什么叫做四一法 就是根据这四种 四种 一 意不一语 意就是说 合乎实相应的这个意思 语言文字经典虽然不同 但是实相应的本意 是不可辩的 只要合乎这个道理的 就是等于佛说的 等于佛说的 意不一语 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就是死要讲的是实相的了意 就是了意 如果不是讲实相的 只是讲苦空无常无我的 这是不了意的 是不了意的 一 一 智不一识 智就是智慧 智就是不分别心 不分别心 不一识 识就是分别心 我们合上常说 不动大脑 不动大脑就是不用分别心 而用我们的心 不用分别的那个心 而是用一个不分别的那个心 就是 一智不一识 依法不一人 依法不一人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合乎实相应的法 不论是谁在说这一部经 这一部论 它违反了刚刚说的实相应的道理 这个人说的就不可信 他不是了意 即使他是多大权威 国际的学者还是什么人 都不论 不论古 不论经 不论中 不论外 不论他多有名 好 这是叫 依人 依法不依人 依智不依事 依了意不依不了意 依不依语 这四个叫四法应 所以我们这部经 这部论 只要合乎这个道理的 就是佛法 这样的佛法 跟我们现在学者 所认知的不一样 现在学者就是说 这部经是在印度当时 原始佛教是阿含经 他所讲的版本 目录是最早的 这个历史的渊源 我们上桌 这叫进化论思想 它只是 也是原始论的 历史的原始之一 只是属于 身文成的 原决成的而已 好 我们刚刚就把 这个四一法的道理 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思考方法 或者也是一个研究方法 我们这个研究方法 跟现在的一般的学者 甚至于国际学者不一样 我们根据的是什么呢 根据的是佛法 我的见解不是创建 不是我某人创出来的 我们是根据 这个佛法 古诗大德 以至于这些经论里面 归纳出来的一种 传统的知见 现代人有现代人的 用现代科学 用刚刚讲 用意识心 用进化论 用版本目录等等 来做一个考证 那只能算是 其中的一种研究方法 但是没讲到 它的根源所在 我刚刚讲的根源所在 三法音 一法音说 是传统的说法 向来都是这样说 可是现在学者 不这样说了 不这样认识 也不知道这样的东西 也不知道重视了 完全忽略了 我们可以说 它忽略了这个道理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 这个三法音 里面 诸心无常 诸法无我 念埋极境三法音 应可正法的依准 以标准 这是从三法音来说的 那么 下面我们用了 中观有几句话 中论 中论又叫中观 就是随造的是 龙树菩萨 那么它根据什么 它是根据了大伯若经 伯若 大家知道 龙树菩萨还有一部 很有名的叫做大制度论 大制度论 论是解释经的 经律论 论是解释经的 大制度论是解释 伯若经的一部论 伯若经的谋极品 一部论 那么下面有几句话 很重要 各位先看 众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空 所谓众因缘生法 就是说 里面有个原则 就是说 一切万法 万法就是万事万物 不论大 不论小 不论过去 不论现在 不论未来 不论古今中外 不论什么东西 就一切的东西 Anything Everything 都是因缘所生的 因缘所生的 適合法 比如拿一个 我们以前举了桌子 插杯 或者什么 它都是各种条件 因缘 甲合而成的一个东西 小至伊丽莎 大至一个房间 或者是一个地球 甚至宇宙 如果离不开时间空间 速度压力 这些很远生法 后面一句话 我说即是空 我说当然就是龙速菩萨 空是什么意思 注意到这里 这个空的意思 就是没有自信 或者我说即是无 此地的无 就是空的意思 空的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常的意思 我们上次曾经根据了 这个阿罕经 无常故苦 苦故无我 无常苦无我 是一个概念的一个逻辑 无常性 它没有自信 从无常性来说 它没有自信 所以这是属于三法印的 属于三法印 诸经无常 诸法无我 没有一个主体性 所以我们上次 举了个桌子的例子说 桌子它没有主体 它是木头造成的 因缘甲合叫做桌子 你等一下拆起来 它可以变椅子 这个桌子你踩到上面 它可能就变成梯子了 你坐在上面 它就变椅子了 桌子是一个甲合 所以它没有一个主体性 我说即是空 就是三法印的那个逻辑 然后意为是甲明 甲明是什么呢 是因缘而有的甲明 就是桌子是个甲明 椅子也是个甲明 everything 任何一个东西 电灯也是甲明 房子也是甲明 宇宙也是甲明 地球也是甲明 任何一个都是甲明 可是不要忘掉 虽然是甲明 时间空间都是甲明 可是我们还是要 上班有上班时间 下班有下班时间 上课有上课时间 下课有下课时间 吃饭有吃饭时间 睡觉有睡觉时间 我们平常在家里 然后上班到公司工厂 学校去 这是甲明啊 某人是校长 某人是老师 某人是学生 这些甲明是不可破坏的最高 甲明虽然是甲明 不可执着 好像说 我今天我在学校叫校长 我回到家里 人家叫我爸爸 我叫我的父亲 叫父亲 父亲叫我叫儿子 我的妻子叫我先生 我叫我妻子 叫我的妻子叫妻子 学生叫老师 我叫我的老师 也叫老师 那我变学生 我到底是学生 还是老师 还是校长 还是先生 还是儿子 还是父亲 这是甲明啊 角色不同 所以甲明不能没有 甲明不能破坏 意味是甲明 甲明 世俗体的甲明 是不可破坏的 也要战巧运用的 如果你只执着 有空意的话 你可能破坏了甲明 破坏了世俗的一切的 这些关系 这些时间空间 你我校长 学生 老师 父亲 什么什么 你就破坏掉了 意识中道意 你知道是空性的 不执着 你也知道是甲明 也不要 善巧地运用 我今天是校长 我退休了 学校的事情 我无成干涉了 我只是一个 退休的校长 我以前是校长 我现在没有 那个权利了 我现在只是一个 退休 你的角色是什么 可能又换一个角色 我可能当义工 变成义工了 我可能我就去学习 我变成学生了 这个很难 很难说的 所以角色是千变万化的 好 这个就是实相的原则 佛是佛 众生是众生 那么 心是心 所以我们又说 心佛与众生 四三无差别 这站在什么角度呢 这站在实相的原理来说 可是为什么又佛 又心又众生呢 这个又是他的假名 我现在还是众生 我是没有成佛的众生 佛是已经成佛的众生 对不对 我在因地的佛 我是因地 可能可以成佛的 佛是果地的 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假名 是不可破坏的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就是说 它其实是有 三法印 又结合到 一时相印 这样的一个道理 在里头 所以这个名相 佛教的名相 非常的复杂 我们尽量把它简化 简化 来做一个说明的 好 那么刚刚是讲到 刚刚那一句话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我说即是空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再说了 再说了 什么叫做我说即是空 还有很多 很深刻的一个意涵 深刻的意涵 在里面 怎么说呢 我们再看后面 我们稍微把后面看 众因缘说生法 我说即是空 盖以凡物 任何一个东西 凡物就是所有的东西 没有一个例外 和合而生 事物为众因缘故 没有自信 无有自信故空 且空亦复空 但为引导众生故 假名称说 理有无两边 名为中道 事法无自信故 不得言有 我们今天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人 人是一个共同的名称 前世我可能是蚊虫蚂蚁 来生可能是牛 也可能成佛 也可能成菩萨 也可能成天人 也可能 那到底我是谁呢 那都是假名 一些众生都是有佛性的 但是我佛性没有显现 所以 有这种不同的缘 不得言有 无自信不得言有 如果我是人 我怎么会还变成佛呢 我怎么会变成蚊虫蚂蚁呢 变成牛马呢 这不能直取的 异味偏空 固不得言无 你不能说没有 你否定了这个 刚刚我们所讲的 恶法使有自信而有者 知不得因缘而有 既然带了因缘而有的话 这就不是了 现在我们再看后面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深奥 也很有意思 很值得讨论 所以我特别把这 这几句话把它拿出来 三句本一气贯下 就是说 众因缘说法 我说敌事公 意为是假名 意识中道义 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 是 应该是四句 这几句话是 一气贯通 一气贯通 不可说停止下来的 但是 智者大师 因此中道义 非可移出而及也 故立三层解析 不是说 马上做道 马上能了解 马上能证道 手记 说 众因缘身法 我说即是空 旧世界 真谛之理 可出三界有 三界有 破见是或以我 值得一切智 正阿罗汉果位 这句话就 很重要了 很重要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见识或 见识或是我 见或跟思或 就是见解上的迷惑 跟思想 这个意念上的迷惑 就是意跟对法成所起的邪见 即迷于三师之理 而起之烦恼 如身见 边见 见取见 见经取见 邪见等 刚刚我们讲了身见 身见 就是我们身体的执着 假如说 比如说 我的时候 我有一个名字 学名也好 什么名也好 我们都有名字 我们刚刚说 什么董事长 校长 父亲 儿子 不是很多不同的名称吗 这是神见之一 还有一个 今天我说是我的时候 有人问你 你五岁时候的你是你 十岁的十 你是你是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七十岁 八十岁 九十岁 让你活到一百岁吧 结果哪一个是你 如果都是你 那我不是变成了N个吗 如果不是你 那我是谁 你能抓住一个我 固定不变的我吗 抓不到 我们抓不到 我们刚刚说 今天我是人 全身可能是 文从蚂蚁 那文从蚂蚁是我呢 还是人是我呢 还是天人是我呢 还是佛是我呢 还是六道轮回 哪个是我呢 你找不到一个主体不变的 那个身 没办法 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 你说我今年六十岁 那六十岁是你 那去年五十九岁 是不是你呢 明年六十一岁 是不是你呢 我还没有生之前的我 跟我死后的我 请问哪个是我 所以这是生贱 因为生贱而起的边贱 贱取贱 贱贱协贱等 什么叫做边贱 就是说 我死了以后 什么都没有了 叫做断贱 这叫做断贱 那请问 我来了这一招 突然有个我 就像说 这个电灯有了电 没有电之前 这个电灯叫什么 这不叫电灯 它是灯管 那电从哪里来 它不会无缘无缘跑出来 电灯有个电出来 那电没有了 电又跑哪去了呢 电是一个好像灵魂一样的 不生不灭的 有个灯 灯就像我的身体 好像我的身体有 灯管不要丢掉 坏掉丢了垃圾桶 那换个灯管 它又来了 所以说 我这个身体是 死了就没有了呢 就叫做断贱 那我这个身体说 人死横为人 鬼死横为鬼 那就叫做常见 有人说 我来生也许还是人 不一定 不一定 假如说 我姓牛 我姓牛 那我如果说 你们人永远是人 那我牛永远当牛 那我不是很亏吗 我猪永远是猪 那我老是被人家窄 被人家杀 我牛老是被人家意死 当被人家呵斥 所以这个就产生了 贱货 也引起的 好 我们首先要 这不好解释的 施货是什么 言而鼻而生五根 贪爱色生相为处 五成而起的染灼 只见师或为 声闻原觉 菩萨三成所共断 叫做通货 就是大家都有的 我们学佛 有声闻成 就是文佛所说 四地法能而开悟 叫做声闻成的修行者 原觉成是有十二因缘 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四地十二因缘 或者修六度万恨的 菩萨成的人 所共断地称通货 那我们般若来讲 有共般若 就是说 我们刚刚谈到一个空性 谈到一个空性 对不对 说三法义不是有苦空 无常无我吗 这个空性之中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我们上讲义有没有发这个 就是说 扭发 扭发对不对 各位看这里 第一二鬼畜生阿修罗 这些是欲见 二十五有 就是说 什么叫二十五有是什么 我们从地狱 恶鬼 促成 贪心重的 躲地狱 称心重的 贪心重的是恶鬼 吃心重的是促成 贪成吃 修罗道是惩心重 那是六道里面三土 还有五戒的是人 修五戒的是人 修十善的是天 或者还有修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所谓四禅八定 还有修五色的 这个叫做 有三戒 有欲戒 有色戒 有无色戒 这些 都一样 那么 执着欲的 就是 财色 明十岁 有欲戒的执着的 叫做欲戒 有 对于色戒 就是执着 四禅 四禅天 天道的执着的 叫做色戒 有 执着无色的 叫无色戒 有 叫做三 有 三有 散开来 就是二属 有 就是四二去 四大步洲 四大步洲 就是我们 西密山 有东圣生 新流 或南瞻部 北巨炉 我们 我们地球的人 是属于 南瞻部洲 所以南瞻部洲 还有六 欲天 就是说 它是天道 天有两种天 一种叫做 有欲的 所谓欲是什么 有饮食之欲 难理之欲 睡眠之欲 有三种欲 这就叫欲戒 那么 这个欲戒天 包含 四王不定 涛利风 燕魔 职守 斗帅孝 化落逐世 他战世 世为 诸天行欲世 就是说 四欲天 他是天人 他修的是石山 他们的 也有 男女隐私 睡眠之欲 可是四王天 涛利天 跟人间差不多 可是他们的欲望 很淡薄 夜魔天的天人 他们是职守 就是说 男女 握手 就可以生儿育女了 斗帅天 不必握手 笑 笑一笑 就可以生儿育女 化落天 是仔细看一看 笑得不必笑 他化自在天 是暂时看一下 就已经 他们的欲很淡薄 我们可以看出来 六欲天的天人 虽然有三种 这三种欲欲望 可是他的欲望很淡薄 还是有欲 这叫做 有 那么四禅天 就是修习禅地 这有机会 我们还要详细地再讲 标函 离生喜乐地 定生喜乐地 离喜妙乐地 舍念清净地 我这边讲的 因为佛教谈到 这个三千大间世界 非常的复杂 不是一下就能够 我这是到北京 我们去跟研究生见面 他说听我讲 不太能听懂 为什么不太能听懂 因为佛教的这种 也讲到宇宙 是非常复杂 不是听一遍 两遍就懂了 有的时候 不同的角度来讲 所以这个要怎么样 常常听 细听 慢慢体会 或者重复地听 一点一滴的 好像人长大 也不是一天两天 就长大了 他要三百六十五天 要经过二十年才长大 人是这样长大 我们认识一个学问 一个宇宙的万有的现象 也不是一天两天 那么讲得清楚的 但是只要你有兴趣 我们每次谈一谈谈一谈 点点滴滴的 你就会慢慢地了解了 所以我们说 初禅天 我们讲一下 离生喜乐 离开了欲见 而生了一种禅乐的喜乐 离生喜乐 离开欲见 第二是定生喜乐 因为定 因为有更高的定力 而得到一种禅乐的喜乐 第三谈是 离开喜乐中的 喜乐成了一种妙乐 也是禅定 最后到四禅 叫做舍念清静 离开喜乐 更高的境界 可是在四禅天 各位看这边有四有 四禅天 你还有对禅定 还是有一个 有的意思 注意到 这里有的意思 有没有的 有的意思 就是有执着 那么四空天 还有五想天 大翻天 等等的天 我们就提 比如说 什么叫做五想天 五想天是属于四禅天的一种天 这种修习五想天的天人 他认为 他的想法 他认为说 我们人生为什么有痛苦苦恼 就是因为脑袋会想 想说 哎呀你看他赚钱比我多 他不见得比我有本事 不见得比我有学问 我想我就心中就 就起苦恼 我们所谓的人比人气死人 想 想是一切苦恼的来源 因此他们就修一种禅定 叫做不想 就是第六意思不去想 他认为说 这样就可以得到涅槃 而他这种修 可不可以修成呢 可以 这种修叫做五想天 我们禅中来讲 这种叫做枯木禅 像枯木搞木死灰 我们说这个人没什么好想 就像搞木死灰 奄奄一喜也没有生机 这种是生 他的这样的错误的认识 我们把它叫做外道定 四禅天的一种外道修法 是心外求法的 因为不想 所以很多人误解佛教 坐在那边禅坐 打佛期或者是禅期 你们都是念一个不想 那就是搞木死灰了 那是错误的 一种修行方法 那是外道所修的 不会真正的涅槃 那么经典里面说 五百大节 大节都是天文数字 以后你还在轮回之动 你那个像石头压草一样 你那些烦恼 你那些东西还是像石头压草 把这个石头推开了 你的烦恼一旧 这叫无想天 这是大凡天 另外 这个叫无想天 另外一种大凡天是什么呢 因为印度 各位知道 印度他们用的语言 一个重要的语言叫做梵文 梵文 梵就是清净的意思 清净的意思 其实这个大凡天 有的是归纳在出产 梵网天 大凡天 梵仲天 梵腐天 大凡天 所以出产里面的 那么印度人 我们知道 印度跟我们中国文化 不同在哪里呢 中国文化的传统是 现实的 儒家 墨家 这个 法家 什么家 都是在解决现实的问题 印度 他们所有的 思想 文化 都是出事 出离这个事件 他认为这个事件 是很辛苦的 很苦的 他认为 我要回归 梵天 梵是我的家 达到梵我合一 所以他达到 所谓的梵我合一 要怎么达到呢 有三个 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 有这个礼拜 礼拜 一个是赞颂 一个就是meditation 礼拜后来我们佛教就是拜佛 赞颂就是那个泛拜 唱领的 我们叫做 我们也有 这个 饭拜 唱颂的 还有一个就是 禅定 meditation 就是禅定 他们呢 就是 佛教也是有 这些东西 可是他所修的禅定 是要出三界的 要出离三有 跟二十五有的 这是不同点 这是我们今天讲到 空性 讲到三法印的时候 讲空 空的意思就要把二十五有 把三界的有都要空掉 空的意思就是超越 泄脱 不被他执着 有就是执着 所以他们呢 借着这个达到什么呢 回到泛我 类似我们中国文化 所谓天人合一的概念 天人合一就是泛我合一 这是印度人他们的一种修行的方法 这是所谓 所以呢 以佛教来说 你那还是外道 你还是不了意 你还只是达到泛天 认为泛我合一 那样的一个层次 所以那个不是 那么四空天 空物变出 事物变出 无所有事 非想非想出 那就是说 这四空天 他执着空 他执着的是 这个空 这个空是什么呢 宇宙的空 各位知道吗 我们佛教来讲 空 道家的空 儒家讲的空 比如说我们讲 这个虚空 对不对 佛家的无 佛家的空 跟道 儒 所谓无极 所谓道家的有生意 无 那个概念很类似 但不是一样 他认为虚空是空 我们佛家认为 虚空还是设法 是无设的设法 好像说 今天我在做梦 我看见有三河大地 我也看过 三河大地也有虚空 也有虚空 可是你梦醒以后 三河大地不见了 虚空也不见了 虚空也是设法 所以是属于 四空天的设法 所以这个呢 这个是 诗之好里 没有以前理由 这是一般人 所不能知道的 所以人家说 三交合一 好像完全一样的 其实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呢 要谈出这个 刚刚讲的 这样的一段话 这一段话 要说明什么东西呢 说明此地所说的 这个刚刚讲的 诗货 来我们的 掩耳别的声五根 贪着色身相微处五成 而起的染着 这个染着通三界 此见诗货 为声闻原觉 菩萨三神所共断 故成通货 此乃感召三界之生死 注意到 三界 即使你到了 飞下飞于一条天 四空天 你还在轮回之中 从佛教来说 你还在轮回之中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一个我执 你还有一个执着 执着 色界 欲界 无色界 你都是执着 没有到空 没有到真正的空 而所谓的外道 凡复之说 你没有出离 你还在 你到天道 有一天你还会多到出生道 多到地狱道 多到恶鬼道 多到人 多到天 永远在这边打转 在这里 三界六道中 你出不去 你这样的逻辑是出不去的 这是界内 什么叫做界内 就是三界内的祸 需以空观对峙 所以注意到这句话 我们懂得刚刚那些讲的话之后 所以我们佛教的语言说 有 三有 二十五有 其实三有就是二十五有 不过是三有比较简单 二十五有是开展的 讲的更复杂而已 并没有什么差别 用空观对峙 所谓伯热称为共伯热 这就是我们讲的三法印中的空 无常 三界六道都是无常的 你没有出离三界的 你都还是叫做世间法 或者世间的那些而已 所以这叫做伯热 虽然我们说伯热这两字 把它翻译为 现代化就是智慧了 就是你必须要有这样的 空性的智慧 你才能出离三界的生死 叫做分断生死 才叫做伯热 而伯热属于 五不欢其中的 尊重不凡 伯热本来翻译为智慧 为什么不翻译为智慧呢 因为他认为 这个智慧不是世间的智慧 世间没有这个智慧 世间的智慧 只在世俗的地方 他是非常有聪明 或者德诺贝尔讲 他能够有非常高的 但是他没有出离三界的这个智慧 所以怕人家误解 所以用伯热这两个字 也有把它翻译为妙智慧 所以伯热这两个字 不翻 真重不翻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谈到这个见识或 那么见识或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见识或是烦恼障 烦恼障就是见识或的烦恼障 有我执 比如说为什么呢 轮回 谁在轮回 我 三界六道 他不断 有一个我 这个我没有空的话 他是永远都在轮回之中 不能处离 可是这个我要怎么办呢 你要破除建材货 前面这样的建设货 要破离这个三有二十五有 用空观 用空观的方法 所以后面就是空观是一 我空 一切智 后面有一个 今天我修三法印 苦空无常 就是三界六道都是苦 什么叫做苦 有生灭的就是苦 有这些三界六道的这种执着就是苦 因为我们执着那个有 那个有不是永恒存在 它是随时在变 不管你是八万四千大截 那么高 八千大截是一个 一个很长的天文数字了 那么你还是在脱离不了这个轮回的定律 那么因此你用空观 你所正的智 智慧的智 就是一切智 什么叫一切智 这些名词各位用一个很活泼的话 就是说了解三界六道三有二十五有 一切世间法都是空性的智慧 叫一切智 不要很容易记 一切就是隆重 所有的 三界六道隆重 所有的都是空 空就是不执着的意思 对到空就是不执着的意思 不执着欲见有色就有无色就有二 以至于说所谓的二十五有 你都不执着的时候 你就出离三界六道这样的一个我直 也没有轮回的我 没有我随轮回 没有我随轮回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很重要的逻辑 那所正到的叫做罗汉 就是僧文臣所正的 或者是元决臣所正的国 就出离三界了 阿罗汉他就三明六通了 这是第一个空 所以讲这个空这个字 三法音中的空这个字 我们用刚刚那样的方式 可能各位会更了解 一样 那么还有一点 他这样的人所正到的涅槃 各位知道 涅槃是外道的名称 在婆罗门教就有我们涅槃的字 佛教习用这个字 可是他的涅槃的定义 涅槃是什么意思 无为 是清净无染 没有轮回 没有苦 叫做涅槃 是一个果位 是一个果位 都登到果位 但是呢 他所正到的涅槃叫什么呢 叫做偏真涅槃 偏真涅槃 正到的体 体下用的体 偏真 偏称名真就是空性的涅槃 空性正到体后 他要启用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 我在学校里 我修到一个穴位 那么这个穴位呢 比如说 是 硕士穴位 那我正到以后 我正到之后 为什么用 我把我的东西 只是我正到这个位置 可是你必须 有机会把你所学的东西 跟别人分享 去教学 去做研究 去有益社会 有益国家 有益这个世界 你的学位才不是 关在家里 自己爽而已 要去一体启用 所以说 我们从大乘跟小乘来说 小乘不是以制度为主吗 是我出力了生死 出力了三界六道 但是 我还要去度众 度众 因为注意到一点 我度 为什么要度众 因为我是这个社会 把我培养起来的 我是我的家庭父母亲 以至于说学校 国家 社会 世界 才有我 同样的道理 这个佛的佛法 它不是光是自立自觉 自己了道 它有权力 有义务 去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 来 所以叫做一体启用 所以 这个时候 就有什么呢 就有所谓 它破除了三界六道的空性 它还要有这个权力 跟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 心佛与众生 四三无差别吗 心是我们的心 是很大的 佛跟众生 一切众生都不在我之外 对吧 一切众生都不在我之外 假如说今天我只治了汉 不管这个社会 那你说太自私了 我们应该回馈社会 回馈这个世界 回馈这个国家 回馈这块土地 那么因此它就必须要 一切智 来修种种众生 众生不同 所以这边有叫做沉沙祸 今天我得到了学义 以后 我的学义不是说光是我懂学义 我必须要去悬浮祭祀 救人 教学乡长 老师是教学乡长 悬浮我就借着去帮助别人 脱离这些病苦 那么众生有沉沙一样的多 不同 起用 一体起用 就要沉沙祸 破除谁的沉沙祸 破除我的沉沙祸 都要起什么 假官 假就是因缘 假合 刚刚讲的 意为是假明 这就是 刚刚讲的第二部 第一句是什么呢 众因缘说法 我说极是空 这是第一个 阿罗汉是正道的 我说极是空 可是第三 意为是假明 阿罗汉没有 阿罗汉是制度 不度他 以制度为主 菩萨就必须要去 一体起用 具有这个假明 假明杜众的这个 众生有沉沙一样的多 这就是一体起用的第二 本来是一句话 可是他分了三个步骤 就是空 假 然后再是中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 各位看到这边 这边这个沉沙祸是什么 迷于戒内 就是三戒内 横杀陈述之法所起的祸障 亦为菩萨度众师 见众生之烦恼 如沉沙般之多 这叫沉沙祸 使祸为菩萨所断 又成为别祸 通于戒内外 须以假观破之 这就是不共般若了 就刚刚的第二 第一个是 破见识或破烦恼障 破我执 用空观来破 正的叫一切智 然后得到叫阿罗汉 它是体 可是 第二个步骤 你必须要一体起用 你要借着众生来修行 一个不是说 就像说我今天划个船 我是船长 我划船到彼岸 彼岸是涅槃 这个船是波尔船 那么这个海呢 就是烦恼 我这个当船长呢 我把舵把得好 我能到彼岸 就是度众生到彼岸 我也到彼岸了 我也到彼岸了 所以呢 子弟呢 就是说 城上或破一切的所知障 我们是世俗地的之道的东西 叫破法之 又是破 一个是人我之 修法所有的叫法我之 我要破之道 我要起俗地的假观 然后呢 道总之 道总之是什么 我们刚说 一切智是 一切世间法 是了解 一切世间法 是空性的智慧 叫做一切智 道总之是 修习菩萨道 要修的 种种智慧 叫做道总之 道就是菩萨道 那不同的智慧 那个是要了解 缘起法 了解缘起法 缘起是反复杂的 世俗地的是 各有不同差别的 那它是菩萨所修的 菩萨所修的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成沙或通于戒内外 戒内戒外 须于假观破之 各位 把这个名相 用 我们刚刚所用的 这样名词 不要去使记 你懂的话 你听 你晓得啥 为什么 这个名词是这样用的 第三 无名祸 于忠道地义地之理 祸不明生灭之理 那么 身为原觉不知其名 属界外之祸 为在大乘菩萨 以六度万恨去足 方断此祸 又称别祸 这两个都称别祸 须于忠观祸之 实则三祸原系 一祸之出息之分 祸体无别 其出的称为贱 细的称为无名 介于两者之间 称为成杀 事故 所谓断舍 当无前后意识之别 又若以三祸配二执二杖 则见识或相当于烦恼杖 据我执成杀无名 或相当于所执杖 据法执 好 那么我们就看了第三了 在破所执杖 有破成杀 有破无名 中观 就是 中观 中观就是 刚刚说 空观 然后假观 第三个是中观 这里不是 刚刚用这几句话吗 不要忘记这几句话 众因缘生法 我说几是空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 然后意为是假明的时候 是菩萨所修的 一体起用 虽然一体起用 但是 就好像说 我今天是当医生 我去玄乎祭祀 去救人 可是我的医道 还不是那么好 并不到药道病除 可是我经过了 变成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的医道越来越好 药道病除 病人来了 我就可以开药 让他 这个病都会好转 这个时候 我能恰到好处 空观以后 跟假 极空 假 几中 所以空 假 中 三观 所以我修的是空观 第一步 第二步修的是假观 假观还不远手 我到第三步 就是中观 所以 这一句话 最早是 一句话 到底的 可是呢 这大家把它分为三步骤 我要达到 中 不是一天两天的 是要经过 常年累月的修行 才能达到 中到 意 恰到好处 这就是 原教菩萨 佛的智慧 叫一切 总之 这个叫中观 一切 总是 包含一切 智跟 道总之 所以 一切 智 是空 道总之 是 假 那么合起来 就是 中 就是 中 因言说法 我说 即是空 意味是假 是中到意 这句话 圆满了 才是果位的 那正的位置 叫佛果位 我们天台讲 就是原教菩萨 所修的 这是 无明 那个 去处是 无明祸 换句话说 不懂的 这个中到的 不了解 这个生命道理的 那么 就没有办法 破除 这个无明祸 所以呢 这个 身为原觉 就不能了解 属于界外之祸 界外 唯有大圣菩萨 受六度万性 度中 方能断持祸 称为 别祸 别于通祸的 需与中观破之 最前面的 要破的 不如 这个空性 是出离三界的 那这个是 圣者 身为原觉 菩萨 佛 到圣者 所修的一个 究竟圆满的 那这三个祸呢 其实 也是有 出戏之分 而已了 他这边要特别的 加一个说明的 所以我们讲 空甲公 三观三治 三祸 三藏二治 三观三治 三果 这样 佛法的修行呢 这个时候 就是实相 我们看到实相 实相是 如 就比喻 如 镜头 像 怎么说呢 镜 简像 镜面 镜子是空性 不胜不灭 是无相的 而镜中有花 有叶子 有人 有风景 有一些画 它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实相是 镜子是体 是不生灭的 是体 可是镜子的用是什么 镜子的影像 镜子的面 跟镜子的影像 是同时存在的 因此说 一个是重因缘说法 我说即是空 就是这个镜的面 是不生面 是空性的 因为它是空性的 它所显现的像 一朵花 就是一朵花 它不会现一棵树 那么一个风景 就是这个风景 杯子就是杯子 人就是人 红就是红 黄就是黄 绿就是绿 蓝就是蓝 不同颜色 它都显现 无不像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说 色即是空 中文讲的 色就是无所有的色相 它的本性是空性 空即是色 它是空性 它可以显现所有的像 那么这个时候就显现出 极空极甲极中的 实相的本质 所以博尔经说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入亦如电 就是一切这些 无不像的本质是空相 就是极空极甲极中的 那个意识 意识在此地 这就是实相之理 就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用了 这个 龙树菩萨的那一段话 来解释我们 大圣佛教里面讲到这个 一个是真空 无像是真空 无不像是妙有 真空不空是妙有非有 真空不是死的 它会显像 就像说我们的荧幕 荧幕是空的 它可以显现像 真空不空 它可以显像 缘起法跟性 性空是同时存在的 妙有非有 你说它有吗 它是个战时假有的像 这样的一个 一个道理在 好 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稍稍暂时告个段落 休息一会儿